如果你常出国是不是有时候觉得没有办法随时看到台湾的电视而感到烦恼呢 我们带您看看这个新的发明 台湾最夯的综艺节目 最呛的政治模仿秀 现在在大陆马上都能通通看到 靠的就是这小小的新式随身碟 只要把随身碟插上电脑 运用P2P的传输技术 将一些软体写入随身碟 启动城市之后接到远端的主机 就能够收看台湾109家电视频道 年费只要6000块台币 我们随身碟的特性就是 运用现在台湾一般人在用的 就是网络电视盒的功能 网络电视盒的功能 它就是你在家里 网络电视盒接上cable 接上网络线以后 你可以透过internet 在任何地方能够上网的地方 就可以连到台湾自己家里的 这台电视盒去看台湾的有线电视 随身碟扮演网络电视盒 软体连接功能 取代大陆看台湾电视节目的 传统方法缺点 外星接收器方位讯号差 连视频网络电视 大陆都要严格取缔 但随身碟也不是零缺点 由于机房架设在台北 所以目前电视节目 是以台北有线电视为主 讯号好不好 还要看网络稳定性够不够 中的新闻台北综合报道